今年最近在社群分享育有点滴 他透露日前参加朋友生日聚餐 当时晚餐非常丰盛 他留下龙虾想说要带回家给小儿子吃 因为对方说没有吃过龙虾 但二儿子对此却感到很不高兴 跟他说也要吃龙虾 当时他对二儿子说你以前有吃过了 但是对方却跟他说我现在还要吃 后来他对孩子说龙虾很好吃 但二儿子对此却感到很不高兴 但是这是一种奢侈品 我们没有吃也可以过得很好 如果遇到特别的日子可以点来吃 但是平时不需要 我们吃一般健康的食物就好 最后他表示在充满物质欲望的年代 他希望孩子对于拥有的 能够心存感谢并且珍惜 职业需要比较重要 想要等你长大有能力自己去要 妈妈没有提供这个服务 这篇NTA文PO出后 引起许多妈妈网友共鸣 大赞他的教育方式真的很棒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